欢迎回来 好 这一段的重点在中东 我们说中国大陆在中东的影响力 现在是与日俱增 中国大陆跟沙鲁地阿拉伯 举行中阿合作论坛 在6月11号到12号这两天 双方签署了30多项的合作协议 而总规模大约是100亿美元 折合台币大概是3000亿 虽然你说这规模的看起来 好像不是很大 但是影响力还是有的 沙鲁地方面愿意接受北京 以人民币来支付石油的费用 另外沙鲁地阿拉伯 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埃及巴林跟伊朗 现在也准备要加入 由中国大陆所领导的金砖国家组织 这个地缘政治集团 现在看起来规模会越来越庞大 还有一点就是巴勒斯坦的总统 阿巴斯在6月13号到6月16号 访问中国大陆 北京试图展现要以巴促谈 促进以巴和谈的强烈的意图 而这种种的来说 就是中国方面展现出的影响力 也特别替中东国家提供了更多 和美国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 真的是这样吗 我看到这个部分特别好奇 要促进以巴和谈的强烈意图 这个如果真的能够谈得成 以巴和谈的话不得了了 的确是 因为这个以巴问题已经非常多年 那现在大陆提出来的说法 就是应该回到1967年 当时的联合国决议 那根据这个联合国决议的精神 来就是划分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这个边界 当然以巴问题本身是一个多年的老问题 很难有重大的突破 但是这也展现就是说 大陆在巴勒斯坦这个问题上 它是有影响力有杠杆的 因为大陆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都是巴勒斯坦一直都支持巴勒斯坦 它跟以色列的关系改善反而是比较后来的事情 那所以说 它当然现在等于是把它长久以来累积的筹码展现出来 不过我觉得比较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是在沙烏地阿拉伯了 因为现在沙烏地阿拉伯的这个摆动 当然会影响到美国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区域的布局 而大陆影响沙烏地阿拉伯的除了过去 双方关系改善刚开始所谓的军售之外 现在主要是经济合作 特别是什么呢 发展新能源 因为这个大陆现在是等于是它 非常强大的一个新的出口产业 就是新能源汽车 那这个新能源汽车对于沙烏地阿拉伯来讲非常关键 因为如果未来要走向这个零排放 碳的零排放 那么沙烏地阿拉伯那么多的石油出口要怎么办 所以它必须要运用现在 还可以从石油上赚取足够的利润的时候 进行产业转型 那这个部分美国相对来讲能帮它的就比较有限 美国自己都想要去把外面的这些生产能量 能够转回到美国去 主要是点到一个重点 因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上个礼拜他才去沙烏地阿拉伯访问 你记不记得他曾经说 美国不会要求沙烏地在美国跟中国之间选边站 不过这句话其实他也点出一个事实 就是说美国也没有办法强迫沙烏地 因为沙烏地现在的筹码更多了 像你刚刚讲的 的确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布林肯是认识到美国过去的做法 可能会让他的盟友带来一些困扰 但是美国还是有中国大陆目前还无法替代的一个资产 就是他在这个地方的驻军 他的军事实力的确是在这个地方是有实质的影响力 也是一些区域国家所需要的 但这个部分能不能能够完全替代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的影响力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 好 这个部分我就请教大使 刚刚提到的军事 最近也看到说美国把他的F22决定派驻在中通 那无疑当然就是说他要先在中东地区再次的秀一下美国的这个肌肉 不过你可以看到说最近几年其实美国特别把重心是放在印太地区 反而中东地区是疏忽了 再加上之前他们撤军 结果一撤出发现 哇 糟糕 中国跟俄罗斯两国都在中东开始插旗 所以现在赶紧的回头又想跟中东重修就好 来得及吗 我看这个这是一场苦战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蛮有趣的 你现在跟回想在21世纪初 过去美国是在亚洲 亚太一直残余很深 可是到了2001年 尤其912事件之后来 美国一下子觉得全力巩固这个所谓的反中东反恐这些 所以把那个小布希时代 把所有支援所有军力经济全部支援中东 所以那时候从2001到2010 之前完全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开始趁机夺起 因为美国在亚太空了 它做了全部也中东 所以中国劝势而起 到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慌了 觉得要回到亚洲 所以现在看 你在中东撤出 你在中东撤出 你在亚太撤出 中国进来了 你在中东撤出 中国又进去了 所以美中之间在那边两个地方来的角力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 但今天我觉得中国在这十多年来 20年来 在中东的介入已经很深了 尤其前不久把沙奥地阿拉伯跟伊朗复交 这是一个会带来一些骨牌效应 尤其美国有句话讲 叫perception is reality 你的观感就会带来一些实质上的一个印象 很重要 所以这次所谓以阿的调停 对不起 以巴的和谈 虽然不见得是能够促成 不是那么快容易促成 当然现在目前全世界都去美元化 开始变成一个风潮 但是一时之间还不会那么快变成一个现实 现在想办法加把劲 在画面右方你可以看到 布林肯说不要求选边站 但现在还有一个难题 就是沙奥地阿拉伯的王主 Solomon MBS 那这个部分到现在制裁还没有解除 他不强迫了沙奥地在美中间选拔 那就是池地无银三百两 说吧 的确 现在中东地区你可以发现说 这几年他们的政治独立的 这样的一个自主意识是越来越高涨 那么刚提到了伊朗 其实伊朗最近也传出要邀请沙奥地阿拉伯 还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还有包括像卡达伊拉克 巴基斯坦跟印度 总共九个国家要建立新的海军联盟 如果真的建立起这个新的海军联盟的话 那美军的脸往哪里摆 其实这个东西就刚刚如赵大使所说的 是美国自己离开了 所以把这个权力构成了一个真空 其实你看到就过去 那你不要讲我2006年去过一支波斯湾 2006年我去波斯湾的时候 美国可以说是无时无刻 不在波斯湾摆一艘航空母舰 也就是说它在航空母舰 在波斯湾的执行时间是不会有空窗的 但是随着伊拉克的反恐战争的结束 然后阿富汗的反恐战争结束 等于说美国要把他全部的力量 拉回亚太然后来对付 这个崛起中的这个大陆 那这个时候它其实就让中东变成一个真空 像你看我们今天大家平常每天国防部 发这个美日的这个共军动态报道 说大陆的军机又有几批次进到我们的西南空域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去 让在西南空域形成一个长时间的巡弋 那同样的原本美军在波斯湾 是我刚刚讲 每年365天一定有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摆在那边 后来到了那个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后 大概到2010年代中期 开始进去减少时间间隔变长 然后你说到现在 还有航空母舰进到波斯湾去吗 你很久没看到 所以等于说美国自己把这个空间留出来 但这个地方还是有所谓的海上安保问题 他现在放了一个第五舰队在那边还是 第五舰队是个指挥部 其实美军的任何一个 比如说第七舰队第三舰队第二舰队第五舰队 第二舰队它都是一个舰队指挥部 因为以美军的作战概念来说 一个舰队的这个兵力 是由他们本身控制这些船的 什么太平洋舰队或那个舰队指挥部 把船拨到你这个责任区以后 交由你来指挥 那如果今天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太平洋指挥部 那太平洋舰队的船 不进到波斯湾地区 就不进到第五舰队的责任区 他们叫responsibility area 不进来的话 那你就没有兵力 所以我刚刚讲 就是说在第五舰队 其实它的这个责任区里面 这个海上安保的问题 一直还是很严重 就是你可以看到 还是有海盗等等 去打劫各那个附近的这些商船等等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这些国家说 要出来组成一个联合舰队巡弋 这个北阿拉伯海跟波斯湾 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原本这个事情 就是第五舰队在做的 那后来第五舰队做一做 说中国大陆他们来了 中国大陆给他们自己 那个向他们这个提出要求的 国家开始护航 结果呢 这个时候你那个第五舰队 就发现反正现在有人来了 那这样他现在美国的国力 需要把它转移到这个印太地区 所以他渐渐派到这边的船 就越来越少 那你第五舰队不是说 他在责任区里面没有船 但是整体来讲 会跟过去有航空母舰打击群 固定前来的这个时间 会差上非常多 所以以后就是这九个国家 可能会成立这个新的海军联盟 来巡逸 包括波斯湾跟印度洋 好 那说到了伊朗 我们继续来看 伊朗呢 我们之前也提过说 提供了俄罗斯无人机 然后让俄军呢 去对付乌克兰的反攻 那现在呢 还推动像是浓缩诱的行动 然后呢 又扣押了在波斯湾的邮轮 那美一之间的紧张关系 大家也看到说 好像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好 那担心的就是这个伊朗呢 要制造核武 现在迫在眉睫 所以也传出说 美国呢 悄悄的私底下呢 跟德黑兰 重新开启这个外交的接触 目标就是要预防 中东的战火发生 左老师您怎么看 现在看到就是好像美方 就是美军这边 美方一直是处于一个 比较被动的状态 其实伊朗有两个最大的筹码 第一个当然是石油 因为现在这个油价居高不下 然后OPEC Plus又减产 所以要稳定油价 要稳定欧洲跟美国这个同盟 他必须要想办法 让更多的石油释出 所以美国之前已经 悄悄的放松了 对维内瑞拉的这个制裁 那么下一步就是伊朗 所以这是第一个 为什么他要重启这个谈判 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什么呢 就是核武 因为以色列一直强调说 如果伊朗发展出来核武 他就要对伊朗采取主动的攻击 就是如果他即将要发展到了 那他就要在这个之前 就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 那这个当然就会引起中东大乱 那第二个就是过去 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 因为沙烏地阿拉伯 是反对这个协议的 那现在沙烏地阿拉伯 自己都跟伊朗改善关系了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 一个限制条件也解除了 就是他有一个以色列的压力 他有一个沙烏地阿拉伯 原来有限制的 现在这个限制放松了 所以这两个因素加起来 就使得他积极要跟伊朗去谈判 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拜登政府的国安顾问 苏利文在过去 就是这个伊朗核武协议 主谈人之一 他们过去在阿曼跟伊朗 谈了五次 在2013年的时候 那因为他们的谈判 所以才有后来2015年的 这个伊朗核武协议 所以这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历史的这个成就 他们希望挽救这个成就 但现在蛮困难的 就是说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 他是伊朗 大概还有一年可以发展出 可以制造武器的这个核子 核子材料 那现在你这个伊朗 已经比当时的能力要进步很多 你现在要停下来 他要随时要翻脸的话 那个发展出核武的能力 可以制造核武的那个又 那就快很多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